各位標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現在下午的1.9個字 豬仔有時間介紹 今天第二隻的推介 這隻是Casio的金石 這個是Casio的Digital 加Analog的一隻手錶 豬仔之前 應該有幾個禮拜 應該有整個月前 都介紹過他的兄弟 但當時就回不到這隻貨 其實兩隻比較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這隻多些 為甚麼呢?上次那個是Pring 標面是簡約的設計 沒有數目字 也沒有時間十字線 都是指針加熱晶態顯示 不受降大 只是用了黑度 而今天介紹這隻 是Spotty感重一點 運動味濃一點 因為它有阿拉伯的數目字 有活力感 還有時間十字線 加上了指針加熱晶態顯示 就會比較豐富一些 同樣都是十年電池 先放下膠帶 講一下鋼帶給大家聽 其實兩隻標一樣 只是鋼帶和膠帶的配搭 這個標有十年電池 最棒的是 十年電池 你看到六點鐘位置 寫了十年電池 而六點鐘位置 十年電池上面 就是一個熱晶態顯示 做了一個黑底白字的日力槍 時分秒針 時分針有夜光一點 秒針就是用了液晶態顯示的秒針 上面分了兩部分 上面寫了CASIO 有三九十二的布局 挺帥氣 很有質感 這次介紹的標圈也有多些花繩 就是之前是一個Pring的標圈 玻璃拿到最闊 旁邊有坑槽打磨 拉絲間炮光 有坑紋 更有活力 有質感 分別左右兩邊有兩個功能按鍵 即是四個按鍵 亦做了50M防水 洗手沒有問題 下雨洗手也可以 標圈位置 你可以做了不鏽鋼圈 拉絲間炮光 拉絲和光深的交替 四顆按鍵分別 一顆是light 寫著燈鍵 夜光加燈鍵 夜光只有十分針有夜光 黑度沒有做夜光 而燈鍵是三點和九點 三點和九點 位置有兩個小燈鍵 燈鍵比較弱一點 燈的方面比較弱一點 好了 有個Mode鍵 左下角 要寫著Mode 即是功能鍵 我們叫做 看看它有什麼功能 功能跟燈鍵剛剛相反 功能比較強大一些 例如十年電力 再加上Mode之後有封簿 有Data Bank 可以進入三十組 每組有八位英文及數字的名稱 再加十六位數字的三十組 元組的封簿 或者叫Data Bank 我們叫下資料庫 好 接著也有Well Time 或者世界時區時間 即可以做到GMT 時分針是一個Local Time 後面液晶體顯示 做了一個GMT兩地時區時間 可以設定到 即是時分針 我們可以在香港時間 然後譬如有親朋職友 移民在外國的 我們可以看到外國的時區時間 就做了兩地時區時間 好 接著就是一個Alarm 一個鬧鐘 可以設定一個鬧鐘 再去一個 再去一下 鬧鐘 接著是Time 到計時 即是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可以做一個到計時 接著是信計時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剛剛相反 同題先 接著是設定自針 可以獨立調教自針 時分針 好 去到第一個版面 就是時分 星期月日 在這裡看不到 按個按鈕 你可以按左上角按按鈕 看到12月幾多日 接著是新地 整個錶都頗有質感 全不受鋼的外殼 配搭了不受鋼的錶椅 錶椅做了一體化式錶帶 鋼帶會比較貼手 因為它沒有做耳環 好 旁邊做了光身 錶腳位置做了拉絲不受鋼 錶帶方面 都是做了厚身的鋼片帶 但它的質感拿上去 好像一隻實心鋼帶 做了拉絲的板帶 可以調節這個長短 另外 錶購方面 做了接著式的錶購 上面也有卡什爾的標誌 做了拉絲花紋 按鈕打開做了噴沙的薄橋 噴沙的薄橋 不是做光身 朱仔這裡比較欣賞 錶底方面做了四顆螺絲系穩的錶底 上面也有寫著這個 Japan Movement Case in China Stainless Steel 不鏽鋼 還有Water Resist 五個巴巴的防水 寫著這個世界時間 底盤也有質感 其實整隻錶都很重 我試一下放下鋼帶給大家看 多重 有些手感 跟我提前介紹一隻Tuner 當然沒有兩百克 我猜一百六十克 看看是不是 一百六十四點七個gram 一百六十四點七個gram 膠帶就會輕很多 膠帶可能一百六個gram 試試 九十五點三個gram 膠帶就是 好了 試一下 給大家看看膠帶 膠帶也是同樣 做了黑色的Dial 跟著也是 指針加液晶體顯示 量相顯示 同樣也是有夜光 時分針 再加上暗一點的燈鍵 右上角這個 三和九位置 是 好了 這個錶功能上一樣 但它就併佔了膠帶 錶腳位置同樣做了拉斯花紋 同樣做了平腳的額位 做了膠帶由闊到窄 好了 做了方洞 還有平腳錶帶 另外一頭膠的錶帶都很好受感 很順滑不黏層 做了膠的油環 還有一個銀色的不鏽鋼針扣 對 看完錶底同樣也是 四顆螺絲是用錶底 都是做了五個巴的防水 日本基深中國組裝 底蓋都很質感 好了 反過來 赤寸方面屬於大錶徑 五十二的 五十二的 好了 試一下平上手給大家看 同樣也有Datapan的功能 膠帶就是這個感覺 帶上14.8cm的手腕 一隻Sporty的手錶 放假可以戴 如果鋼帶就會 帶這個上班也沒問題 鋼帶是金屬帶的話 這個錶就是一隻CASIO的金石 十年才需要換電池 大概是十年左右 相約的時間 豬仔更換都是三十元 所以非常棒 十年電池 其實我個人認為 比光動能更好 原因就是十年換電的時候 便宜便可以解決 就不需要幾百元去換電池 雖然可能十年之後 光動能電池會便宜 技術成熟了 但是十年電池 總比光動能的價錢優勝 好了 豬仔推介這隻CASIO金石 Digital加Analog 多少錢呢 鋼帶和膠帶不同價錢 這次 膠帶三百九十八元 三百九十八元 鋼帶就是四百一十八元 四百一十八元 三九八 四一八 有CASIO金石 Digital加Analog 如果你想買更特別的CASIO金石 上次你又選不到他的兄弟的話 這次不要錯過豬仔推介 有數字 上半部分 更加清晰 更加Sporty 例如你喜歡行山 戶外活動 踩單車 這隻就適合了 50M的防水 好了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聽清楚 豬仔推介 多少錢呢 三九八 四一八 各有五隻現貨 各有五隻現貨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迷 記得給個Like 就是豬仔 豬仔需要你們的支持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鈴鐺訂閱 好嗎 希望你喜歡豬仔的推介 三九八 四一八 真的買的電都幾十元 現在買的電都會六十元 那麼 他也是三九八 他也是四百十八 非常超值 再加上廣大 這個就會較大 好了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我們下集見 拜拜